你的依赖 是我的静脉 藏在血液里的色彩 再多意外 除了你之外 再没别的存在 你的消失 命运最好的安排 从此以后 心有了期待 我答应给你 全部的未来 有你在 与生里主宰 晚晚悬挂的喜欢 晚晚飘落的星海 晚晚照亮的胜利的勇敢 晚晚彼此的一半 找到甜蜜的阶段 晚晚变成了妈妈 因为爱 巴巴巴巴贝 巴巴巴巴贝 巴巴贝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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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好假了 看 手机都关起了 现在 没有人可以打扰我的休假 那么霍先生 我们要去哪里 走吧 晚晚的进门 谢了 藏在雪 夜里的色彩 我答应给你 全部的未来 有你在 李渔燕 你主宰 晚晚宣估的喜欢 晚晚掉落的星海 晚晚照亮 眼神里的勇敢 晚晚彼此的一半 找到甜蜜的阶段 晚晚 谢谢老闆 客气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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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收起来 晓晶 晓南 合作一下 我听过这样一段话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棵树 我们都在这样的树下长大 这短短的一生 我们最终什么都会失去 你不妨大胆一些 去爱一个人 去爬一座山 去追一个梦 守在你爱哭的角落 跟走忧伤的触摸 再用无话不说去承担下个梦 有多辽阔 我们就像似野草的欢笑不停歇 我决定了 以后清真鱼就是我的拿出来 后两天我再教你个别的 把昨天缓缓丢进微风 你这样能钓上来吗 货菜工钓鱼 愿者上钩 就算面致而用回头 钓上来什么东西啊 飘热瓶吗 好像是啊 送给远方的朋友 平安喜乐 你是优先 尘场终尘就苍乱季节 你好 欢迎光临山羽湖民宿 你好 请问还有房间吗 有的 我们今天请律房特会 你们需要来一间吗 我们需要两个房间 两个 好 好 请稍等 好 这边钥匙 谢谢 好 走 停在那边 我这边 我这边 晚安 晚安 早上不是刚见过吗 又叫我过来干吗 那是保险箱 上面有钥匙 你马上 告诉我密码干什么 你慢慢听我说行吗 又要拿合同说事啊 我不在你这店干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先坐下 你能先坐下吗 我先坐下 那是我请的律师 手续我们都准备好了 在河头上签个字 这家店就是你的了 给我店干吗 你也不是不知道啊 我当初把店买下来 不就是为了整你吗 现在你走了 我留着干什么呢 独无私人啊 我也不要 我要上班 没有时间看店 你你也不忍心这家店落到别人手上吧 你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 谁说我闲着了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离了婚 有大半人要等着约我 你是不是想要这家店拴住我 不然我谈恋爱啊 把店接手过去吧 你经营它 也还可以像从前一样 你现在是在干吗 施舍我 我哪有那个谈刺 你要是愿意的话 给我钱也可以 分期付款吧 想当我的债主 还到猴年马月 就可以一直骚扰我了 你这个提起实也挺好 你放心吧 用不了太长时间 前段时间签了一个大单 这是合递 有人订购了一大批家具 挣的钱 足够把判店的钱还上了 你不是一直在忙工作吗 怎么有机会签下大单子啊 给人骗了吧 我一直上班 但我又不傻 是我爸妈介绍的 没问题的 看看吧 你爸妈不是开整容医院的吗 还会卖家具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 可能是他们的朋友吧 他们已经把第一期的款付过了 他们应该自己也很清楚 所以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你就放心吧 所以收了这家店 不光欠你的钱 还欠你爸妈的钱 我不干 韩爽 什么 이제 你没事吧 是不是 我说我和你 我做了什么 你听得懂吗 我说你什么事 我说你 всем 我先去给你 有什么事 我来找你 你怎么说我 我去做吧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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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办 你为什么能办 到学长来医院看我 怎么了 觉得自己的演技太好 少了一个观众 可惜了是吗 你觉得我在演戏吗 我怎么知道 如果我是做戏给人看 应该要假装伤得 更严重才对吧 那你可能觉得 目的已经达到了 就没有必要再装了呢 什么目的呢 我不知道啊 你的意思是 制造混乱 推迟说明会 让股价下跌 股民恐慌 这都是我干的 我可没说 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不过我倒是听说 在SG的客户资料 泄露出去之前 有人已经在美国 做空了SG的股票 我已经回国了 你老公在啊 对了 你们到底离婚了没有啊 你不会是在调查我吧 你不是怕人调查吧 严总 我听说你的公司 一直准备上市 好像不太顺利吧 我在美国认识一些人 要不要帮你联络一下 真的不用 非常感谢 我怕我惹烧你 会有麻烦 我朋友要到了 我先走了 等等严总 你不会觉得这一切都是 我在背后捣的鬼吧 我不知道是谁在捣鬼 但是 这其中肯定是有原因的 你想多了 发帖贩卖用户资料的黑客 已经被抓住了 只不过是几个小喽啰 想利用我们的漏洞 赚钱罢了 这个过程已经很清楚了 公司也已经不打算追究 股价也在慢慢回升 哪有什么黑幕啊 这就是我最看不上SG的地方 任何的事情都不敢刨根问底 出了这么大的事 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我倒觉得 我倒觉得 这是他们聪明的地方 如果不尽快尘埃落定 股价只会一路下跌 这对于股东来说有什么好处 而且很多时候 公众形象比真相重要 也许这就是SG成功上市的原因吧 学长 也许你该借借一下 你要我学他们当缩头乌龟啊 学长有自己的风格 自然不用去学别人 只是SG的事 或者说许诚意的事 学长干吗那么伤心 你顾念同学之情 可这么多年他顾念过你吗 他有接受你的挑战 给你翻盘的机会吗 外人都看得很清楚 他吃定你了 让你下不来台步说 让你下不来台步说 还逼着你反过来求他合作 害得大家都认为 是NK非要去报SG的大腿 胡说八道 当然是胡说八道 我们心里都很清楚 可要让外人看清楚这一点 恐怕只有等到 许诚意走下坡路那一天 看你的样子 是希望我跟你联手 整垮许诚意吧 我现在是SG的一员 SG从上到下 都对我非常信任 许诚意念及旧情 也一直对我非常好 我只希望SG 欣欣向荣 只不过有一点 我也非常清楚 虽然现在你们两家在合作 可一旦SG遇到麻烦 对于NK来说 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所以到时候 如果学长不愿意帮忙 希望置身室外的话 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凌薇啊 凌薇 你每天耍那么多星影 累不累啊 学长还是这么直接 那好 我有一个直接的问题 说 如果有一天 我和许诚一起的冲突 你是帮我 还是帮她 我不如更直接地回答你 回美国去吧 从今往后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这里已经不是你的舞台了 老师 你真是什么 还要做的 我问你 怎么觉得 没什么样的 这是什么 我跟我做的 你 你还做到 我喜欢你 我会想会 我自己 globe 你 怎么安全 我相亲 你做的 小孩 你理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近你跟夏阎她们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啊 你别怕 我调查清楚了 之前我们公司的事 确实跟韩爽没关系 你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我是不应该阻止你们交往 我错了 原谅我好不好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你不生气就好 等有时间你去跟他们多拒绝 也顺帮帮我赔个不是 那我们睡觉吧 哎呀 哎呀 娘娘 什么娘娘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这家店的老板了 上次那个律师电话有没有 没有 不过他好像给了我一张名片 喂 方律师吗 来 马先生 韩小姐 那我先走了 这合同我拿去公证一下 好 谢谢 问你个问题啊 说 你是为什么回心转移的 这你就别管了 反正这家店是我的了 你少来 你这表情我见多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知道那笔大订单 是谁跟你签的吗 我记得是跟一家 叫瑞城的公司签的 怎么了 瑞城是明珠集团的子公司 这么巧 巧 肯定是有人知道 我们要结婚 故意巴结我妈 才找你下的订单 那这么说 这个钱咱俩挣不了了 我妈是什么人啊 你在婚礼上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甩了她女儿 你还想挣她的钱 你是真的傻呀 我说离婚 那我说的是气话 当初也是你甩了我啊 反正我们已经离婚了 韩明珠这辈子最过不去的坎 就是当年我爸跟她离婚 所以她最恨的 是把老婆甩开的男人 你甩的是她的女儿 她不整死你都不叫韩明珠 什么 整了 我看她能怎么挣我 你有没有好好看过你的合同啊 我看了 怎么了 合同上是不是写着 我们的家具甲醛含量为零 是啊 甲醛为零 店里的家具一部分是国外进口的 另外一部分都是国内正规厂家生产的 用的都是绝对健康环保的材料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的家具是实木的 不是塑料的 所有的天然木材都含有一定的微量甲醛 只要不超标对人体都是武害的 但不可能为零 你知道吗 我真不知道 没想到你了解这么清楚啊 你要卖家具至少要懂一些基本的知识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啊 心血来潮买了个家具店 然后什么都不知道 合同是他们准备的 人也是我爸妈介绍的 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你爸妈应该也是猜到 这个订单跟韩明珠有关系 所以放低了借呗 那现在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如果韩明珠以甲醛超标的借口拒收 危险你要你巨额的赔偿金 你该怎么办 我真的是想把电子给你 我没想那么多 我没想到 这协议不能签了 协议已经签了 这电是我的了 没有公证 没有走完正规程序 合同就不能生效 可你什么都不懂 你逗不过韩明珠的 我是什么都不懂 我什么都不懂 但我知道咱俩离婚了 离婚了 你明白吗 懒贪子我扔给你了 我做什么男人 你别走 你这个傻瓜 蠢蛋 木头脑袋 你只会被人骗 我要骗也是被你们姓韩的骗 怎么了 有时我自己担着 我不要你给我出头 你别不识好歹 我就不识好歹怎么了 都确实我不行是吗 我告诉你 我就这么点能耐 给我玩给我玩 韩爽的事情我听说了 她的视频是通过 闺蜜星球泄露出去的 她的那些视频 以前确实存在 闺蜜星球的账号里 但是其他用户泄露的 都是一些电话号码 或者是基本信息 并没有照片 或者是视频流露出去 所以我们还不确定 技术部门也正在调查 为什么偏偏是韩爽呢 好的 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我会跟进的 你先去忙吧 为什么偏偏是韩爽呢 下这么大雨在这儿干嘛呢 唾口气 怎么了 我不是要接手家具店吗 谈都谈好了 合同也签了 马克那家伙又反悔 跟他吵半天了 烦死了 店本来不就是他的吗 你干嘛非要 什么叫非要啊 当时他自己要给我的 你不是也知道吗 我知道 但 他既然反悔了 你就别强迫他了 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觉得我是贪他这个钱吧 我当然知道 你不是为了贪他的钱 你就是为了出口气 我有什么气可出 气他跟你离婚了 可当时的那种情话 婚人是我要离的 为什么你们都要觉得 是我被甩了呢 是我觉得他不信任我 是我不要他了 就算他不信任你 你也没有必要 用这种方式报复他吧 我跟他吵架 这是为了报复他 夏妍 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人呢 你不会 觉得我是真的要勾引许承意吧 他跟我说了 你就是为了试探他 他跟你说了你就信 他要不跟你说呢 你是不是就不信我 我没有不信你 我只是奇怪 我没有听说 许承意 是因为林薇壮的车 我怕她是利用你做戏给林薇看 所以我去找她 后来她让我相信了她对你是真心的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警告你了 但她因为林薇撞车是事实 我不想你知道这个事 因为我怕 林薇在她心里是有分量的 我怕你多想 我怕你难过 就算是这样你也应该告诉我 我有必要知道真相 没有告诉你真相的人是许承意 那天那种情况她没有办法说出口 我能理解她 你可以理解她 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 夏颜 我一直以为你不是一个重色亲友的人 为什么碰上一个许承意 我们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我没有不理解你 我只是觉得我们之间应该坦诚一点 你不觉得我们最近的关系有点奇怪吗 我们中间好像隔着一口气 我快难受死了 我还难受了 你要我怎么坦诚 你非要我承认我现在还喜欢许承意是吗 我喜欢许承意 我现在还喜欢许承意 你满意了吗 你别说气话了行吗 这不是气话 就像你当时说我凶大无脑一样 都不是气话 那是林昊说的不是我说的 林昊她是个人渣 但她真的没有必要当我们所有人的面造谣 你敢对天发誓 那是你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吗 就算我说过类似的话 但我也绝对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不是 在你心里 我是一个随便 懒散 会抢前赴的家居店 会抢闺蜜的男朋友 凶大无脑的笑话 韩爽 你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为什么非要那样说呢 我们理智一点 我们别吵了行吗 是你要找我吵的 做服装 不行 做外闹 不行 做文具 不行 做口罩 不行 做啥啥不行 你怎么来了 怎么样 跟我一起上去吃饭吧 我不去啊 你浩哥回来了 他回来怎么了 我辞职了 辞职 不是 咱之前不是说 我上次跟他提完辞职之后 他已经不信任我了 最近在忙些什么我也不知道 反正总背着我 那我待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还不如出来自己闯呢 你说你又不跟我商量 就自己做决定了 我不能跟你商量 要不然他又说咱姐弟俩 背着他搞小动作 那你自己能找到工作吗 我也算认识一些人了 应该没问题 那你有什么消息 马上告诉我啊 真不上去啊 我不去 他看见我肯定又一肚子火 那你专门跑来一趟干嘛呀 打电话给我不就行了 我上次跟他提辞职 他不跟你吵架了吗 我怕这次又跟你吵 你没事 我就在这儿守着 你上去吧 你有事叫我就行 没事 我一会儿就走了 爸 我说过我恢复的 你吃饭了吗 我待会儿吃 哎呦 你快去吧 默默契契的 你别再太久啊 你有事打电话 你叫我也行 回来啦 回来啦 快进来吧 累坏了吧 累坏了吧 还好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小军干嘛不上来 我刚才在小区看到他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 他辞职了 怕你看到他生气 就不敢上来了 我干嘛要生气 为了你 我又不能开了他 烫吧 他拉不来生意 心理压力又大 他跟我说了好几次 他不想干了 后来也拦不住 他这么不争气啊 等他出去闯闯就知道了 他又混不下去了 可以让他再回来 我还接着他 你不用担心 你最近 好像心情还挺好的 我贪嗔了几笔生意 公司转位为安了 我们也不需要搬家了 心情当然好了 下个月如果有空了 我带你去旅行 咱们好好享受一下 好不好 什么生意啊 生意上的生意 你就别管了 你不是又 你又想说我敲杀勒索啊 小蕾 我零号 就一笔生意都谈不成 我的公司 就一定要破产吗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担心 我在你心里 永远都是一无是处 我一会儿 我来他们的房子 你回去吧 没事了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呢 你怎么过来了 刚才给你打电话呢 我怕影响你养伤 我早就没事了 以后要是觉得闷 随时打给我 好啊 喝点什么 给你调一杯啊 腰伤刚好 就不喝了 对了 今天来 主要是给你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调查了一下 所有登陆你账号的 网络网址 你看看有没有 什么奇怪的地方 说不定 可以找出幕后黑手 谢谢啦 这是什么 这代表是手机登录的 电脑端登录的 我没有用电脑登录过 闺蜜星球啊 那查到的这个 吴亥区长春藤小区 六号楼六零四 是你家吧 夏颜角 夏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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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娱 在哪儿 回家 我在家里等你 我沒有用過電腦端登陸閨蜜星球啊 那查到的這個吳海區 長春藤小區六號樓604 是你家吧 我們新郎一本正經的外表之下 也有一顆狂野的心 請看 好下眼 真的 你讓我多信 也是真是 我幹什麼的 沒有一個我拿我嚇死 我幹什麼的 沒有一個我拿我嚇死 怎麼了 還說你幹什麼 我幹嗎呀 你自己電腦裡有什麼 你忘了嗎 有什麼 有我工作的重要文件 你知道你這樣會給我帶來多大麻煩 你幹嗎呀 我幹嗎呀 以前我覺得自己挺幸運的 雖然沒感受過什麼家的溫暖 但好歹我遇到了你們遇到了你 以前國際學校裡根本沒有可以交心的朋友 同學都是有錢人家的小孩 年紀輕盡只會攀比 後來終於有了你們 我覺得你們和他們不一樣 你們是值得我掏心掏肺的朋友 掏心掏肺 我對你們掏心掏肺 有人卻要笑裡藏道 為什麼呀下眼為什麼呀 我做錯了什麼你要這麼對我 我怎麼對你了 你是不是登錄了我的賬號 在我婚禮上放那些視頻 你說你在婚禮上跟許承易的視頻 是我放的 你別狡辯了我都看到了 我怎麼會 我也想不通啊 下眼我真的想不通 是不是你覺得我太隨便了不配結婚 還是你覺得我喜歡過許承易 心裡過不去這坎 所以你要怎麼整我 我怎麼整你了 你口口說說說我不信任你 可是你呢你信任過我嗎 我從來就不知道 你是真心的習慣過許承易 你跟我說你們兩個 就是逢場做戲 我在那裡 你幹什麼都是逢場做戲 我沒有喜歡過他 為什麼要帶他去酒店 我喜歡過他真心的 但我意識到你對他動心之後 我就徹底斷了自己這個念頭 我可以為了你這麼做 那你呢 你明知道我曾經追過他 有沒有那麼一瞬間 你覺得可以為我放棄他 你沒有 你喜歡他的時候 一定點兒都沒有考慮過我 你一定點兒都沒有覺得我會尷尬 你向來都是這樣 你喜歡林皓的時候 也絲毫不考慮小蕾的感受 你的感情就是金子一樣 我們的感情就是自來水是嗎 誰耽誤了你的感情 誰就要出局 先是小蕾再是我 我也要走了是嗎 你胡說 小蕾那天為什麼走 如果不是因為你那天那麼暴躁 我不看小蕾會撩成這樣嗎 他會在臉上一頭兩隻嗎 你從來就沒有反省過你自己 你終於說實話了是吧 我是罪魁握手 我是愛群之馬 所以你要在婚禮上放一些視頻 所以你不想我好過 那誰都別想好過 因為你那天還要別的 你那天wed我 你會跟那時算吧 自己就是粉紅 你去那邊 有嗎 你去那時尬 你去還有什麼 你去那些人 你其實知道 我現在很全心 我剛剛想說 你快一點 我會問你 我會問你 你什麼 你就是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烦我 我不想说话 别走 陪我待会儿 我待会儿 我待会儿 他在这回忆的转烈摇静 满车厢的拥有和失去 青春还在这梦的心里 追寻远方的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